新北市56岁陈静男子今年9月底涉嫌徒手撬开永和区一间火锅电铁卷门开启电动门意图入内行窃被大楼保存员发现匆忙骑自行车逃跑警方追查多日今天在板桥区一间网卡查或陈贤到案讯后今天一切到罪嫌送办并扩大追查陈贤是否已相同手法犯案 永和区德汉路经营精致火锅电的周姓男子今年9月底在脸书贴上一张中年男子骑自行车照片周南表示该名中年男子于凌晨20时许设先徒手撬开火锅电铁卷门开启电动门意图入内行窃被大楼保存员发现匆忙骑自行车逃跑周南还热心提醒附近店家注意铁卷门是否有断电功能 以免受害 永和警分局向浪派出所长庄振华表示警方接获报案后立即调阅沿线监视器追查 发现该名男子在永和区永珍路也用相同手法队伍间电家破坏铁卷门开关 警方发现该名男子最后身影出现在板桥民族路及中汉中山路三段一带 警方在板桥区发现男子最后身影地点四处访茶并清茶旅电液按摩电机网他 6日凌晨20时在板桥区一间网他内发现春男当场逮捕 讯后今天一切到最嫌宋办并呼吁受害店家出面承认 新北市56岁陈姓男子今年9月底涉嫌徒手撬开永和区一间火锅电铁卷门开启电动门意图入内行窃被大楼保存员发现匆忙期 自行车逃跑警方追查多日今天在板桥区一间网卡查或城前到案讯后一切到最嫌宋办记者望长顶翻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